好,这个Cearing 3 它是说呢 如果F Suppose F is twice differentiable at C 也就是说它在C点呢 是二阶可为的 那么配合这个条件 F'C等于0 F'C等于0的话呢 就是说呢 这个C是F的一个零界点 那么接下来呢 如果F的二阶导横数大于0的话 那F of C呢 它就是一个局部极小值 那如果二阶导横数小于0的话 它在这边呢 是一个局部极大值 那这个定理 如果你单纯从字面上看的话 比较不容易记起来 所以我们这边呢 画一个图 那同学等到3-5 配合3-5 那个Concave Upward Downward 也就是说 函数图形 它的Curve是 是这个上凹或下凹 这样配合起来呢 同学会比较容易记起来 首先呢 我们就先来看 如果函数的图形呢 它长得像这样子 也就是它凹向上的话 那么它必然会有一个 所谓的最低点 那这个也就是一个 critical point 也就是一个零界点 那我们用这个黄色的 那么你在这边做切线 最低点做切线呢 切线一定是水平的 那所以它的切线斜率呢 水平线的斜率是0 好 然后呢 我们配合它的二阶导函数 同学这个要配合3-5 那个定理 就是说这个二阶导函数 大于0 表示说呢 它整个图形呢 是Concave Upward 也就是说它上凹的 那如果 一阶导函数等于0 这表示它是 它是零界点 C是变身界点 二阶导函数呢 它上凹 表示它在这边呢 是最低点 所以呢 我们说呢 它在这边会有一个 Local Minimum 它会有一个局部级小值 那第二种情况是 反过来 反过来的情况就是说呢 我们现在假设有一个 函数图形呢 它是下凹的 那这里是X轴 那它的最高点呢 是C 它的最高点是C 那同样的 你在这个地方呢 最高点做切线 那这个切线的 它的这个slope 它的斜率呢 也一样会是0 在最高点那边做切线呢 它的斜率会是0 好 那么接下来呢 就是呢 如果它在这个C这边 它的二阶导函数呢 小于0 表示说呢 它是concave downward 也就是它是凹向下的 弯曲向下的 那表示整个函数在C这边 它会有所谓的最高点 也就是它会在这边 会有所谓的局部级大值 局部级大值 那这个是从几何上面来记 比较容易记起来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从代数上面来证明一下 这个定理了 那么 首先第一种情况 就是呢 这个 它的条件就是呢 F'C呢 已经等于0了 那 另外呢 这个 F'C呢 大于0 那我们就从这两个条件呢 下去出发 这个F'C 由定义呢 它就是Limit 这个X呢 Tend to C 那分子呢 是F'X 因为这里是Double' 所以这分子是F'X minus F'C 那over呢 X-C 那因为呢 这个F'C呢 这是0 它这边有讲 F'C等于0 所以这是0 这边都是0 那因此呢 我们就知道说呢 这个 我们换个颜色 这个F'C F'C呢 它其实呢 就是这一个极限 就是Limit X Approach to C X-C F'C F'X 那么这边呢 它要大于0 它要大于0 因为F'C呢 它是大于0的 好 那既然大于0 我们就来看这个分子分母了 那第一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呢 就是呢 我们先让这个X 从这个C- Approach C 那么 换叫说呢 现在 它就是走 走这个方向 X呢 从这个C的左方向 C去进 那这个含义呢 就是X呢 它小于C 那如果X小于C的话呢 我们就知道呢 这个X呢 减掉C 它是小于0的 换叫说呢 上面这里 这个分母 它是负的 它是负的 那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从这边推的件事情 就是呢 必然会存在一个Data 大于0 然后使得呢 这个F'X 它也小于0 同学这个分母小于0的 所以这个分子要小于0 那负负才会得正 正的话呢 当然X趋向于C的时候 它的极限值才会大于0 那 这个呢 是对任意的X 属于这个区间都成立的 我们把这个萤幕拉过来一点 这个属于这个C-Data 到C这个Interval里面 C-Data到C这个Interval里面呢 任意的这个X 它这个F'都会小于0 这从上面这个式子推得的 那接下来呢 就是我们让这个X 趋向于C Plus 好 那线这个方向呢 是从这边过来 这个X 从C的右方向C趋近 所以呢 这个隐含一个条件 就是X呢 它大于C 好 那如果X大于C的话呢 那X-C呢 它就大于0 那如果X-C大于0 这个分母是正的 所以这个分子也要正的 那因此我们就说呢 它必然会存在一个Data 大于0 那使得呢 这个F'也要大于0 这样子的话呢 这个极限值呢 它才会大于0 那对任意的X呢 它都属于这个C-A 这边 这边 应该是C 我们改个颜色 就是从C到C PlusData 好 在这个范围里面 在这个范围里面 那表现在上面这个图形的话呢 就是这个Data 可能在这个位置 那在C到C PlusData里面呢 好 C PlusData之间的 任何一个X 它的这个导函数值呢 都会大于0 都会大于0 那因此呢 我们从刚才这个C-Ring2 第二个定理 一阶检验法 我们知道 在这个C点的左边的这些X 带入到导函数都小于0 也就是说 它在这边做切线呢 这个切线 它是 斜率是负的 这切线斜率是负的 好 那么在C点的右方呢 做切线 这些切线斜率呢 都变成正的 那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呢 F呢 在C那边 而且C它又是一个 最重要在这边 这个F在C的一阶导函数 只有是0 那所以我们 从这两点呢 再配合定理2 一阶检验法 我们就可以推得呢 这个F of C 它是一个 Local Minimum Value 它是一个局部极小值 它是一个局部极小值 好 就这样子 由怠数的方式呢 下去证明出来 那么 第二个 第二个 这个这个定理的第二个部分呢 我们就 跳过去了 那同学可以仿造上面这个方法呢 也是一样可以把它证明出来的 就这样子